苏颖莎为何暴冷输给印度小将 关注莎莎赛后表现 离损一针间歇 北京时间2月16日 备受期待的韩国釜山团体师拼赛正式开始 首个比赛日 中国国拼女队迎战日本国拼 尽管中国国拼女队在排名和实力上战队绝对优势 但印度国拼的特殊打法一直都给中国国拼带来了困扰 此前中国国拼女队就在亚运会女双比赛中输给了印度区对手 在这场比赛中 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率先上场 对阵印度小将艾希卡 从世界排名上看 艾希卡根本无法与孙颖莎相提并论 但正是因为这一点 这场比赛中孙颖莎被置于名处 而艾希卡则处于暗处 艾希卡的准备显然更加充分 为什么呢 比赛中艾希卡运用反手下拳球给孙颖莎 制造了不少困扰 同时他还针对孙颖莎的反手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对抗 艾希卡通过开局后的防守 打乱了孙颖莎的步调 首局比赛 艾希卡的防守 让孙颖莎难以找到破解之法 以12比10取胜 总比分1比0 第二局比赛中 孙颖莎一度以6比0领先 随后以11比2拿下该局 当绝大部分球迷认为 比赛已走向一定之时 第三局比赛开始 艾希卡又展现出了实力 他利用揭发球进行反手变现 同时通过正手抢攻连续得分 成功的反抄比赛 最终以13比11赢得第三局 总比分2比1 第四局中孙颖莎的节奏出现了问题 频繁出现失误 艾希卡连续拿下5分 追平比分 最终以11比6赢得该局 总比分3比1 暴冷战胜孙颖莎 作为女单世界第一 为何会被印度小将暴冷战胜呢 首先 孙颖莎赛后的反应 结实了一些问题 孙颖莎对艾希卡的打法不够熟悉 艾希卡的打法 使得孙颖莎无法找到 自己的节奏和激情 输掉这场比赛后 孙颖莎回到替补席时 陷入了沉思 或许他自己也没有理解 为何输掉比赛 不过说实话 胜败乃兵家常识 只要有所收获就足够了 其次 李笋对印度国拼的评价 也值得深思 16日 李笋在接受采访时 提到印度国拼绝对不容小事 原因在于 印度国拼的特殊打法 与当前的国际主流不同 因此 中国国拼可能会出现 准备不足的情况 这场比赛的结果 也证明了李笋的预判 准备不足 实际上也暴露出了 我们教练团队资源有限的问题 或许刘国良需要重新考虑 请回陈济 刘国正等人 毕竟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 多多发表你的看法